主在队伍最前面的 这个河南建业的队长顾操 在上一场比赛已经是完成了200场 没错 所以球队出场200场的 这个对地面进攻 打得比较多的球队来说 不是一件好事 好的 主在伴哨哲响起 稍后的比赛拉开了战末 各位通过PQ体育所看到的是 中雷赛第15轮河南建业主场 队阵江苏苏尼郭的比赛 直接大脚往前找前锋完了 直接拉把球卸下来 这脚都射还是非常有威胁的 很突然 而且角度很刁 虽然没有打中门框范围之内 但是这个弧度很明显 白小腿这种加赛的 直奔死角的时候 确实让门匠会感觉非常的无助 对 无眼其实扑这个球 反应的速度已经有一些慢了 这边有一个挡 掩护 突然有射门 这球进了 进了 球进了 应该是李扬的破门 对 应该是算在 李扬的头上 这是任意球直接破门得分 李扬上一场打进了乌龙球之后 相信也是比较自责 这场比赛也是通过一个 最为擅长的任意球是在客场 首先领先了河南建业队 所以埃德尔这张牌确实是够大 对 吸引了包括摄像机镜头 对 包括我们解说员 包括整个的河南的防线 似乎对于利昂这个出色的左脚架 都疏于防范 对 因为如果是埃德尔的话 他肯定是右脚直接抽 没错 这样的话呢 五眼的判断就 受到了影响 产生了一些混乱 对 要注意一点 因为世界杯期间 这个VAR就是出尽了风头 都是决定性的 对 当时也是产生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名词 叫做 画个框框 罚死你啊 这个球特杰拉已经抹过去了之后 就是这一步 就是把他给放倒在在地 这个球比较明晰的 就是出脚的一瞬间 是 就是在膝关节部位 这对张熊明意图的 其实对两个队的这个制空拳 是做出考验了 五眼就都直接上了 继续那一片混乱 这是在几乎是最后一分钟啊 河南建业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把这个球是捅进了网络 利用着最后一个定位球 江苏宁意固一直保有的 这个领先优势 还是在最后 这球跟 似乎是 我们要结合曼迪投赛来看一下啊 这个最后这个球 也是在这个最后的这个 禁区内 河南建业几乎是伸出了 很多种脚啊 还是第一点没空住啊 对 双方的制空 第一点下来之后 是砸到了这个 河南建业球员的背上 一阵反弹呢 对 一阵反弹之后 把这个球是直接送进了网络 这个近距离的射门 你让门将来说确实没办法 张苏宁终于笑了 整场比赛他都非常的冷静 围绕这场比赛其实故事挺多的 裁判捂了一下耳机 这是说他要看一下 听一听有没有什么情况发生 之前江苏宁终于一步呢 在VR上面吃过亏啊 这个去看了一下的回放 他是不是看这个 在进攻过程当中 有没有犯规的情况啊 这个判罚将决定比赛的结果 对 这也是之前在 很多国际大赛当中 无数次主导过所谓的结果的VR判罚 对 视频助理的裁判是王迪 因为这个比赛已经是到了最后的时间了 对 实际上这是 这就是决定比赛最后的结果的这么一个判罚 对 比赛时间已经到了 古时已经远远超出了 是的 就是这一瞬间 应该是想 是不是想 推人这一下 是吧 有没有犯规的行为 对 先推了人 恐怕 然后还有手球 对 恐怕这个VR提示的是 在进攻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犯规的行为 看一下裁判最终的认定 这球取消了 裁判是认定的一个手球 这个就是VR 给予比赛结果的 给予比赛结果最大的影响 就是他保证了比赛 在绝对公正的环境当中 进行的 谈判是指示 手球 26号王上元是有一个手球 这一下 咱们建议的球员坐不住了 景区内有一名队员在倒地 这是李昂倒在了地上 终于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场比赛是经过了超过100分钟的激战 在几乎惨烈的比赛环境之下 在无比糟糕的场地环境之下 在非常复杂的这种吹彩环境之下 在一波三折的比赛过程之下 这场比赛终于是落下了帷幕 这些人怎么还在听 又在回听VAR的传来的视频裁判 这比赛已经结束了 一波三折 真的是一波三折 再生波澜 这个比赛还不能说结束 虽然现场的音乐都已经放起来了 但是裁判 就是是不是针对李昂最后这下在禁区内 这个倒地的过程 是不是 这个如果说你要再复盘的话 那只能是 对 这次事件 裁判还在听 画面也是给了李昂 因为在禁区内呢 李昂是长时间的倒地 对 球员没有退场 裁判就还有 今天的比赛VR算是深度介入 开判 对 就是李昂那一带 给了这个 也不需要看VR回放 因为 他只需要让这个狼狄 去做出一个判断 这个动作它是一个 这个是允许的 不法的这种 就是违规的这种 不侵犯 那么确定是红环 那么就是红环 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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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